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孩子们意外变小,差点被蜜蜂叼走,被蝎子吃掉的故事 科学家维恩是个发明狂魔,家里的一切都是机器自动化的 他现在正全力研制一台能把东西缩小的机器,可他无论怎么实验都以失败告终 因为维恩在和妻子冷战,所以家里的食物只能由艾米来做 但艾米厨艺不行,做出来的东西实在难以下咽 维恩要赶去开会了,家里只剩姐弟二人 这时罗纳因为打棒球,把维恩家阁楼的窗玻璃打碎了 还好巧不巧掉在缩小物体的机器上,将机器启动了 没想到就是在这样阴差阳错的情况下,机器成功缩小了屋子里的沙发 罗素看到弟弟罗纳打碎了人家玻璃后,马上揪着他去维恩家道歉 尼克和罗纳率先上了阁楼,被正在运行的机器射中瞬间缩小了 随后跟上来的罗素和艾米也没有幸免于此 他们缩的比钉子还小,连家里的狗狗叫一声,他们的耳朵都受不了 他们苦苦等待着维恩回来,将他们恢复原样 但他们实在太小了,喊破了嗓子也没办法引起维恩的注意 因为会议不顺维恩砸机器泄粉,变小的四人被飞溅的零件逼得四散奔逃 发现完了维恩又开始想着打扫卫生,这对他们而言又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即便东躲西藏,他们也还是没能逃过维恩的扫把 随着垃圾一起被铲进垃圾袋里扔了出去 当他们把垃圾袋拿开的时候,发现这里正是自家后院 但平日里最普通不过的草坪现下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了原始森林 他们顺着草境滑下去,刚安全落地就被一只路过的蝴蝶吓得躲进蘑菇底下 回家的路途无比漫长,于是他们想到了可以让狗狗带他们回家 好不容易让狗狗注意到了他们,他却被一只猫给吓跑了 这时维恩忽然发现阁楼上被机器变小的沙发 他也终于意识到,孩子们不是因为贪玩不在家 而是被机器变小,被自己扫进了垃圾袋扔出去了 维恩立刻展开了搜救行动,却不小心拧开了家里的水龙头 启动了草坪灌溉系统,这可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艾米差点被淹死,幸好被罗素救了 鸡肠碌碌的他们忽然看到了一个巨型的夹心饼干 他们惊喜地跑过去,爬到饼干上狼吞虎咽起来 可还没吃尽兴,就被突然出现的蚂蚁吓了躲了起来 这时他们又想出了骑在蚂蚁背上,让蚂蚁把他们带回家的法子 毕竟蚂蚁可比他们的速度快多了 于是他们以饼干碎为耳,驱使蚂蚁朝家的方向一步步走去 他们很快和蚂蚁处成了好朋友 天已经黑了,他们依旧没有回到家 通过罗素父亲随手扔在后院的一颗烟蒂 他们做了几只火把,作为照明工具继续赶路 走累的他们决定先睡一觉再走 狗狗和蝎子体积悬殊,除了逃还是逃 他们的蚂蚁朋友为了救他们被蝎子咬死了 但他们没有时间悲伤,第二天一早还得继续赶路 最后家里的狗狗长大的他们 还把他们带到了维恩的餐桌上 但尼克不小心掉进了维恩的牛奶麦片里 维恩根本看不到,眼看尼克就要被吃下去了 狗狗及时咬住了他的裤腿 才让他发现了勺子里的尼克,还有其他被缩小的三人 为了把孩子们恢复正常大小,维恩发明了放大机器 他们最终都恢复了正常,圆满结束了这次冒险之旅 为了庆祝他们回家,他们两家一起聚餐 利用机器把食物放大,吃了个爽 自然也少不了工程狗狗的大骨头 本片来自科幻喜剧片,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我是木尾,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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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